警方星期二早上表示, 星期一晚間駕車撞向白宮附近安全屏障的卡車司機 已被確認為來自密蘇尼州19歲男子坎道拉 NBC新聞說目前他已被捕並面臨著多項指控 包括威脅殺死或傷害總統、夫總統或家庭成員 NBC新聞說,警方初步調查表明 坎道拉在星期一晚間10點左右駕駛一輛白色U河的雙式卡車 故意撞向距離白宮近幾百英尺的拉菲特廣場的不質的湖欄 他當晚還發表了有關白宮的威脅言論 警方在事發現場撥收了一面一拉吹旗子 NBC新聞稱,一名警官表示 我認為蠟燭旗子或是他發表的言論都沒有任何蠟燭之地 警方星期二表示,坎道拉來自密蘇尼州的切斯特菲爾德 除了面臨著威脅殺死或傷害總統、副總統或家庭成員的指控之外 坎道拉還被指控使用危險武器攻擊他人 勞網駕駛機動車和非法入侵 不過,警方表示,沒有人在事件中受傷 卡車上也沒有發現任何武器或爆炸物 危險へ任何規模 提控宗像 還要醫審 凍見